张忠谋今晚举办答谢桥宴 与台湾友好的联邦众议员普洛西 华裔联邦众议员刘云平 以及NVIDIA创办人黄仁勋 都出席表达支持 古林家的报道 今晚张忠谋在下榻的Western St. Francis酒店 举办答谢晚宴 感谢桥姐以及访问团成员 会中台湾展现强大的外交实力 再度请来曾高调访问台湾的 前联邦众议长普洛西 以及在台湾出身去年底 当选联邦众议院 民主党党团副主席的 刘云平Ted Liu 出席表达对台湾的力挺 还有一位与张忠谋 交情深厚的NVIDIA创办人 黄仁勋Johnson Huang 也带着夫人特地前来 向张忠谋致议 一出现就受到众人欢呼 胡洛西强调国会跨党派 在台湾香港还有西藏等议题 在支持民主的立场上 不会改变 他又重提去年8月访问台湾仪式 而盛传在APEC过后 就会回台湾担任赖金德的副手搭档的肖美琴 表示坚信和平稳定是台湾繁荣 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 今晚共有200位侨胞获邀 加上访问团成员一共洗开40桌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